大家好,这次我来分享一些关于维可风云的战地风云5的心得 战地风云5在首发的时候表现得很不好,这个大家都知道 因此在后悔预购好花板之余,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打开战地风云5了 最近因为全境封锁22刷装备有些乏味 所以重新打开战地风云5 打算尝试一下经历几个月魔力之后的战地风云是否有所改观 因此带来了本期视频的内容,如何重返战场 战地风云系列的特征之一就是多玩家在线对战的攻防 而这里面对苦手最不友好的部分就是无所不在的蹲点阴人和混战状态 换句话说就是欠缺战列线的机制 而在战地风云1里面大行动模式在这方面解决的就好很多 有冲锋,有防守,有战列线推进,也有蹲点阴人 而战地风云5在大行动模式里弱化了战列线的思维 使得它和其他对战模式没有太大的不同 而混战就必不可少出现了双方士兵在分布上的混杂 对于老鸟来说可能会站得很嗨 但是对于苦手来说经常会发生还没有机会杀死敌兵 就被迫迅速投胎的无奈 而这一点对于组路人队的用户来说 更是劝退的最大因素 用户们玩游戏有杀和被杀都很正常 但是上来就被杀背阴 而完全没有机会杀掉对方的时候 心态是崩溃的,前炮是哭泣的 因此我会用几期视频来介绍 被本座首发劝退的苦手们如何重返战场 本次介绍的是突击兵的武器 Stormgevia 1-5的突击步枪 在对比过突击步枪的所有属性之后 目前感觉手感最好的就是这把突击步枪的初始武器了 并且也是突击兵最先可以激活特殊装备的武器 在经过分析和设定后 这把枪的稳定性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首先我们看看特殊装备的部分 画面上已经列出了八个特殊装备的增益属性 左边这一列主要是提升对短兵相接式武器的反应速度 如快速装弹,腰射的增益等等 右边这一列主要是中距离式武器的准确性增益 这就看你的游戏风格是冲进敌方阵地的赵云 还是稳扎稳打的曾国藩了 鉴于战地风云5冲锋死的快的特点 推荐苦手玩家走稳扎稳打的路线 也就是提高准确度 拉开距离点射 因此我把特殊装备分配成画面中的样子 分别选择了瞄准速度加快 水平和上浮后座力降低 以及瞄准移动的准确率提高这些增益 但是要强调的是 虽然选择了上浮后座力降低 然而当你连发的时候 仍然有很强的上浮后座力 以至于中距离连发 没有多少子弹是打到敌人身上去的 因为本作中 敌人在画面中变得太小 有一种用RPG瞄准蚂蚁的感觉 因此射击模式要切换成单发点射 然后在开火时多点几下滑鼠 或者开火键 那么实际对战中表现怎样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需要多说一句的是 这把武器需要切换成两倍的瞄准镜 因为本作的这个敌人实在是太小了 需要一定的放大倍数的瞄准镜 才好去发现敌军 甚至是击杀敌军 但是如果是换成三倍的瞄准镜 我也试过 感觉并不是特别满意 并且三倍瞄准镜的这个移动会迟环很多 视野也非常狭小 所以不推荐三倍瞄准镜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对战过程当中准确率有了极大提升 在单发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他几乎是没有护作力的 那么至少你在被敌人杀死之前 你是有机会杀死敌军的 我觉得这一点至少给了苦手玩家 有很多这个自信吧 或者说是玩下去的勇气 在这里边我不得不吐槽一下 战地风云5 在战略线思维上的一种欠缺 因为实际在作战过程当中 当然我没有参加过战争 但是从这个一些历史史料上的分析来看 战略战 阵地战以及战略线的推进 都是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而现在的这种混战模式 更像是游击战 还有一个需要去吐槽一下 就是对于路人队 有一个最大的劣势 就是你没有可以去实时联络的队友 你比方说你们在守一个点的时候 一个人瞄着左边 一个人瞄着右边 这样的话会比较有配合 如果说是一个人瞄着一个方向 然后你并没有发现另外一个地方有敌人来了 那么你很快就会死掉 所以这个是路人队特别不友好的部分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非常非常的依赖团队配合 这一点和全景封锁2还不一样 因为全景封锁2你要是去刷副本刷这个装备的话 基本上你只要不是在暗区里的话 都是可以去进行统一协调 有一种战列线 基本的战列线的思维 往前推进 一个图一个图的过 往前推进 但是在战地蜂云5里边的话 没有这样的这种机制 以至于上来之后 大家就属于一种混战的状态 这一混战的话 完全就乱了 那么假如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 玩家还不是那种长期合作 长期搭配的这种固定队友的话 而是路人队的话 那就更谈不上配合了 只能看你们的默契了 所以如果是在这过程当中 有碰到比较默契的这种 友方的士兵的话 还是非常幸福的 能不能去配合防守 这个是影响胜负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后续我会放更多的关于装备 给我介绍和一些战地蜂云5的心得 后边的话 全地蜂左二的 得等到我的一些装备刷上来之后 再去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心得 好的 谢谢各位 下次视频见